杨维仁10月17日在上海工作时不慎跌倒 以脑溢血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救治 昏迷62天后 18日被送回台北荣总加护病房 19日下午 杨维仁妈妈及儿子原医等亲属都到病房探视 也接受访问 杨维仁妈妈20日发出声明 感谢医院及演艺圈内好友支持 但也说杨维仁公司 宇振经理公司日前发布将负责原在台医疗费用 并非事实 对此声明 宇振表示 之前在大陆地区的费用由节目负责 我们也不知道要负责什么 都是按照合约走 现在回台湾才两天也没什么费用 但如果家属需要我们公司帮忙 我们绝对义不容辞 请家属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全力帮助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-订阅-订阅-桑 我们爸说 cama sanit凡 � вниз 我们无法 mobile